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很榮幸可以來這邊分享我在愛多美的心路歷程 剛剛主持人有稍微介紹 有很多的一些直銷的經驗 各位 你覺得很多的經驗是好還是不好 各位真的好啊 如果是23加23次的失敗 你覺得好不好 真的不太好 各位你想要經歷一下嗎 真的不要 那這個很痛的事情 就從這邊來跟大家去帶入我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當過軍人 那是一個短暫的時間 是一個轉服軍官的這樣的一個自願意 四年的時間我發現那個地方非常不適合我 因為我是我家老妖 我發現我養成了一種性格是喜歡自由自在 那四年過得還真的有點痛苦 因為很拘束的一個環境 所以可以退伍的時間一到我馬上就退伍了 退伍下來呢 在退伍之前呢 很幸運的 我一個跟我同聯的副聯長 那我那時候是當輔導長 他介紹我直銷這個行業 他跟我說 哇一個很棒的一個什麼 這個這個事業 那我 因為 漫無目的沒有方向嘛 那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機會 然後我就去聽看看 各位今天有沒有第一次你是 第一次來接觸直銷這樣的環境的朋友 有沒有 在座有沒有 有啊 請問一下 在25年前呢 呃 就因為這樣的一個邀約呢 我去參加了第一場人生的創業說明會 那時候叫做OPP啦 後來才知道台語叫什麼 歐白什麼 歐白噴噴的 好啦 呃 但是那一場喔 真的是 改變我的一生了 那一天那一位 演講者非常的優秀 講得非常的 我覺得非常的棒 然後呢 深深的去打動了我 然後這個當然這個 中間有一句話是一時影響到我到現在 他說了一句話讓我覺得聽得非常的興奮 好 他說什麼呢 他說 我們在這個環境 只要努力一陣子 就可以享受一輩子 好 就是這個姿勢喔 這個到現在你看我都還記住 然後呢可以過著非凡的什麼 好 自由 好 興奮啊 然後他的口頭船就 興奮啊 美麗啊 這樣 欸各位有人知道我在講誰嗎 有沒有跟我一樣 這家叫永叉公司 叫佛叉公司的家公司 有一位非常棒的領導人 他姓張 其實我真的很感謝他 他帶給我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 人呢不能靠雙手 一定要靠左右手 靠雙手會賺大錢嗎 不會 要靠左右手 就是要透過倍增學 我們才能真正呢 這個財富自由 然後呢 過著非凡自由的生活 我覺得 哇這個聽起來真的讓我很興奮 那我覺得 嗯 從簡單的數學的眼裡去推論 我覺得應該可以 是有可行性的 那以前我們是做太陽線 太陽線 很簡單說就是 你呢 推薦的人都是你的第一代 那這個延伸出去的就是第二代 那這個叫太陽線的制度 那時候呢 他是舉例呢 如果一個人介紹五個 五個再介紹五個 那時候我們那個制度呢 可以領三代 那 五個 十五五二十五那 那是一個小組 那這樣算一算呢 一個月呢 大概呢 如果這樣子推延呢 就那個獎金制度呢 我還記得很清楚 6% 3% 2% 那一個小組三代嘛 這樣算起來呢 這個 如果聽不懂 不要太這個 太計較 就是說講重點就是說 這樣子下來大概一個月呢 會有二十萬左右的收入 我那時候剛剛踏入社會就 喔二十萬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過著 很怎麼樣 財富自由 然後呢 時間自由的生活 那我想 嗯 這樣子呢 我應該怎麼樣 可以做得到 各位 有做到嗎 其實現在是有啦 但是呢 從那一刻起的二十年 然後就經歷了 二十三家的直銷公司 然後呢 各位 有成功嗎 對 如果成功我今天會站在這裡嗎 不會 不會 就一路這樣子 起起伏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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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 本來想說我要努力個三五年啦 然後就可以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然後呢 這個一路過去呢 發現呢 事實跟自己的夢想呢 距離越來越怎麼樣 越遠 因為呢 從有一點積蓄 這個我退伍呢 有一筆退伍金 大概四五十萬啦 然後呢 第一家佛X公司呢 我的退伍金 就去 把公司的倉庫呢 搬回我家變成小倉庫 各位 因為根本不會賣東西啊 那 看到家裡一堆東西 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去面對這樣的產品 然後一看到他就覺得很討厭 但是呢 也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我有一段時間去做了保險業 那 就是那是我第一家 第二個行業 我做了大概八九年的保險業 那我怎麼樣讓這些產品消失呢 買保單 把它全部怎麼樣 送光 然後眼不見怎麼樣 那保險業大概待了第七年第八年呢 我又 開始有一個什麼滋養 七年滋養 保險業是我覺得是不錯 但是呢 我後來發現呢 我累積越來越多的客戶 對 然後呢 我越忙 各位 有財富自由嗎 沒有 沒有 因為呢 這個 比如說呢 這個業我也基我非常的輝煌 然後呢 白板上呢 我第一名 那各位 下個月那個白板會怎麼樣 對 炸掉 就像這張白板一樣 那要重新怎麼樣 歸零 就這樣子 一年 兩年 三年 七年 我已經開始覺得 那 不是我想要的 因為壓力越來越大 然後要服務的客戶越來越多 那我就覺得 這是一件 好像 沒完沒了的事情 那後來我就把這個責任呢 推給了我的老婆 因為我的另一半 我是在保險公司跟她認識 然後呢 我就又 跑出來做了什麼 對 跑出來做直銷 因為那個倍增呢 還一直呢 灌輸在我的什麼 腦海裡面 那個努力三五年的事情 可以享受一輩子的事情 又又浮現起來 因為 這個 有很多的朋友嘛 業務圈 那就會有很多這些直銷的資訊 那就不斷呢 會來找上你 那呢 又經不起這個 內心那個 那個因子 第一次被種下的那個種子 那又開始進入了傳銷業 開始過著我 叫 以拜 土地的生活 本來保險公司還賺了一點積蓄 然後呢 有車有房 有孩子有老婆 就一家兩家三家五家 然後呢 就慢慢的繼續呢 就這樣慢慢的 掏空 到最後呢 各位 到最後叫 有沒有一陣子 台灣 就刷卡換現金有沒有 最後變成一堆的什麼 我是那個一大群人其中的 一個 那我最後呢 撐不住那個挖東牆 補漆牆的日子 然後我就選擇了怎麼樣 信用破產 大概在十年前吧 那我不到四十歲的時候 我信用破產 然後就因為做直銷 然後呢 這還沒完 就又 還是繼續 然後呢 就搞到最後呢 沒有家破人網 家破人網 我就不會在這裡了 還沒有沒有沒有 差一點 差一點七里子善 這個搞到了負債累累 因為我想說 做人家的公司 人家都變來變去 說改就改 然後呢 說倒怎麼樣 就倒 乾脆幹嘛 自己 開 我沒有自己獨資 因為那個 去混嘛 混了很久以後 慢慢的 接觸到一些廠商 那呢 我就跟 曾經跟兩家藥廠 合資呢 開過什麼 直銷公司 但是各位 如果你要讓一個人呢 從信用破產 最後可以 變成負債累累 你可以呢 把他呢 推到那個 去開什麼 直銷公司 我本來 還沒有負債累累 開到兩家以後呢 就變成什麼 負債累累 唉唷 各位 當老闆 容易嗎 當了才知道 要 政務 要懂 財務 要懂 業務 還要懂 法務 還要懂 總務 各位 天啊 十八般 努力啊 所以我們的普安級 我們的乾 天文老師把他認作我的什麼 乾爹 哇 這個乾爹真的是太美了 待會再跟大家報告 這個 真的比 這個乾爹 我覺得還不太能夠去 把那個他對我們的那種 關愛跟照顧 還不能夠講得太 不夠 我覺得還不夠徹底 好 那回到 就這樣子呢 讓自己呢 陷入一種非常困頓的一種狀態裡面 大概在十年前 到了一種非常非常谷底的狀態 那 我老婆呢 曾經跟我講過一段話 就這樣一次一次我都跟他說 老婆 再相信我一次 我這次要怎麼樣 翻身了 啊翻 有翻過嗎 啊沒翻過 有什麼 還翻到回來 哎唷 夭壽 我 旁邊有一次喔 他跟我說 老公 你乾脆待在家就好 好不好 我們家這樣子可能會平安一點 因為呢 我捅了爐子以後呢 各位 誰擦屁股 哎還有一個啦 有兩個 哎對 老媽跟什麼 老婆 這個喔 其實我是一個 自尊心很強的人 你看我現在講起來好像貪笑風聲 那個過程喔 痛啊 痛你知道嗎 痛徹 心肺 我是我家老妖啦 然後呢 我就一路呢 大概 把我老媽至少敗掉 這兩個年大概 被我敗掉大概千萬有啦 然後呢我現在負債還 大概 大概五百到八百之間啦 我搞不清楚我負債多少 因為呢 不敢算 以前不敢算啦 然後呢 所以呢就整個精神壓力很大 然後 保險業後來也一直 摔退 那我老婆她收入 越來越少 那後來 她又轉到銀行通路 但是 很不順遂 就是 整個家庭收入呢 完全 完全的入不敷出 那我已經破產 那 我老婆被我陷害到喔 因為她幫我去做信用貸款呢 借了大概一兩百萬啦 各位 啊我有能力還嗎 沒有 啊誰要單 她單 啊家裡還有房屋貸款 還有車貸 還有她的信用卡也刷的 也快爆了 然後她壓力就大到呢 就整個情緒 隨時都是一種 快要 崩潰的邊 那你覺得 這樣子我的日子會好過嗎 還有兩個孩子什麼 要養 我那時候真的是 已經 我發現我已經得了一種叫 因為我沒有去看醫生 我不敢去看醫生 那呢我在精神狀態 隨時都是一種什麼 驚慌 然後呢 反正呢 那個心永遠沒有一刻是 安住的 我就慌慌 睡覺呢 睡到半夜會怎麼樣 會驚醒 就這樣 那叫恐慌症 應該是 那還好呢 我有一種就 我不會把自己悶在家裡 那 那時候我真的 聽老婆的話 我真的就待在家 連車子都沒了 那我就 請我老婆 到網路買了一台 四千塊的腳踏車 我連機車都沒有 然後每天 踩腳踏車 那勉強跟人家說 我有工作 我就回到保險業 然後就騎了單車騎到 從仁德騎進台南市區 然後呢 去開早會 然後呢 因為我對保險那時候 一點熱情都沒有 根本 完全 不會想去開發業務 那只是說 我有一個工作 然後去 開完早會 然後就到朋友那邊 如果有人願意收留我 我就在那邊泡茶 然後呢 混混混到下午 大概三四點 然後呢 我就去我們仁德的那個 黃昏市場 買菜回家當什麼 家庭主婦 我這樣大概有半年多到九個月 就這樣子 後來呢 當然就過過過 各位 那一段時間 我老婆真的認為 是我們家最幸福 最平安的時間 因為我沒有出去捅樓子 各位 會 會這麼安分嗎 不會 不會啦 那因為呢 因為就直銷做了那麼久 就很多的 直銷圈的朋友 就會一直來找 然後當然又出來做了直銷 那 那在大概五年多前 快六年了 那人生中的真正的貴人 真的出現了 就是我們那個黃敬青 星光大師 他邀請我來研究愛多美 那其實因為在直銷圈嘛 那其實我 比他更早 聽過愛多美 那時候我們那個台中冠軍中心 有沒有 陳 他說他直銷做了十一家 這是國戶 效法國戶革命十一次 那我就在研討 在成功學院 聽他這麼一分享 我就想說 到底做了幾家 你知道我從來沒算過 我就在那個台下 開始在那邊算算算 手指頭掰完了以後呢 不夠我就開始掰腳指頭 掰了腳指頭還怎樣 還不夠 還不夠 後來呢 算一算二十 我那時候那一天 算了二十一家 後來成功學院完了 開車開車 又想到兩家 我確定總共做了二十三家 愛多美是我第二十四家 所以我下法二十四孝的精神 看你們笑得那麼慘了 各位 那個過程 我曾經有一家就是 後來呢 又從出家 有一家 我曾經 花了三個月 我就進入 我就越入一百多萬 這樣有沒有成功 其實我經營那幾十家 後來有一點經驗了 那因為我經過保險的歷練 其實我都衝得很快 我的名字叫王俊豪 中間有一批什麼 馬 哇真的很會衝 知進咧 不知什麼 不知退 就是 然後呢 衝衝衝 各位 我們很想跟每一家公司 天長地久 但是我發現 他好像只想跟我們 曾經 擁有 他不是跟你改制度 然後你衝 衝得越快 死得越慘 因為後來聽到我一個學長 就是部隊的學長 他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道理 他說 如果方向錯誤 速度越快 就是變成一場更巨大的災難 這句話呢 我經過那幾次的洗禮 我要先 太有道理了 各位 平台選錯了 人跟錯了 那我們很努力拚 回頭還要收拾什麼 殘局 因為朋友都是因為 我們 對我們的一種期許跟信賴 對不對 直銷是不是都這樣子 然後一次一次 然後我們 就 在這樣的一個狀態底下 然後把自己的人格跟信用 就一次一次的被 被什麼 被践踏蹈 各位二十幾次 我回來 開始要做愛多美的時候 講真的 當我人一出現 別人馬上會在我臉上 寫上三個字 沒有真的寫上去 沒有真的寫上去 這個叫 這個叫 直銷人 那我要跟他見面容易嗎 我已經被定掉了 我有一個保險的事物 就在那個鋼山火車上前面 如果各位 他在開那個咖啡廳 叫鹽豆咖啡廳 有空可以去跟他捧場一下 那我常常 因為他是我保險的師父 那理所當然 就要被徒弟摟令 那沒事 我這二十幾家 會不會去摟令我師父 那他又開咖啡廳 跑得掉嗎 跑不掉 我需要約嗎 不用 我就直接殺過去了 然後呢 好歹總是徒弟 要不要捧場 然後他就給我取了一個綽號 叫什麼 我姓王 學了一個綽號 那我姓 以前為了要談營養 對 學職消育為了要談營養保健品 把自己搞得像什麼 營養師醫師一樣 你知道嗎 他給我起了兩個綽號 一個叫做鳳鹿 一個叫做鳳肉 大會 王百貨 你說這 對 外人骨頭做到什麼 誰骨頭 真的 我做過分骨企業 然後生前 7月又賣過鄰骨塔 反正 所以他這樣的稱為 我後來呢 也很難反駁他 那至於鳳鹿 我覺得 好吧 就笑笑的勉強接受吧 就 因為 好像每一次都得要 把那個我們以前的產品 因為很貴嘛 貴 以前直下的產品貴不貴 貴 把建品更貴對不對 要不要鼓起那個 什麼是誰 好 所以練就了 我會把那個 把產品講得這樣子 好像先什麼 煙丹一樣 他就這樣叫我 他每一次被我摟練 他就捧場 那他其實跟我 也一直 真的有來跟我合作一次兩次 那當然啦 還有第三次嘛 真的不會 還是會幫我捧場買的東西 這個不會真正 有我們需要希望的一種狀態 那到了愛多美呢 我本來是 對這一件事情 是一點興趣都沒有 因為我們 聽了這個冠訊 很多傳銷的朋友在講 哇 這一家直銷公司呢 是韓國來的 然後呢 加入不用手購了 不用從銷 也不用責任了 齁啊 什麼都不用 那我以前認為的直銷 就是以經銷的概念的直銷 那我從這個角度呢 出發 因為已經貫 變成一種貫性了 那我是一個經銷商 然後呢 什麼都不用錢 各位 那我直覺的反射的想法是什麼 那要賺什麼 賺個 沒有 沒有 真的 這是我的性格 我會講 賺個 沒有 以前很沒水準 還好來到愛多美 被潛移默化了 但是那個 根性 還沒有被完全拔除 所以我 對這樣的一家公司 完全沒興趣 因為覺得 不可能成功 那我這樣的評估呢 後來呢經過半年呢 我覺得我的印證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我就看了那個 我們那個冠軍 玫瑰大師啊 一群直銷朋友呢 經不起 三個月半年 各位 還有在做嗎 全部死光光 為什麼 賺不到錢 我就覺得 對 你看 我的評估非常的怎麼樣 正確 各位 這個 所以人喔 很妙 有影響力的人 對你 如果在那個對的時間點 然後對的人 他就會起了很大的 完全不同的一個想法 那因為還好是 我這個 黃俊青玫瑰大師 星光大師 來跟我分享還多 那我跟他 有合作過兩三個項目 那我覺得 他這個人呢 欸 我講直接一點 我感覺很古毛的啦 那做事 當真到 我怎麼覺得 唉唷 我怎麼會有 然後呢 對事情的那種 剖析啦 或是對 對他的看法 他也會 直言不會 然後我 一樣嘛 我們做了20幾家 我跟他認識快20年 當然也會去什麼 跟他 分享 推薦 然後他就會很直接 了當的說 他就直接跟你 啪 吐 吐重 那我說 喔 這個人 竟然 對這個公司 會有興趣 我是因為這樣子 他是一個非常 深入剖析的人 然後把每一個方方面面 用工程師的那個性格 搞得清清楚楚 他竟然會有興趣 愛多美 然後我想 是不是有 我沒有了解到的東西 那我就基於這樣的一個因素 那因為另外一個因素 是因為他是老大哥 那就 好吧 那就去聽了一下 各位 真的被震撼 那 震撼的原因 我先用一個 就是我們的產品 首先我知道 這一家公司的背景 不得了 世界級的研發中心 韓國中醫院 全世界第二大 世界級的製造廠 韓國科馬 全世界第三大 然後這些知名品牌 一些歐美日韓的 幾乎都是他代工的 我想 哇 不得了 這麼強大的一個 一個什麼 研發跟生產的背景 然後呢 聽到他的一些 技術層面 材料層面 500倍的濃縮技術 然後呢 奈米33的技術 我記得 哇 這麼厲害 因為我有跟兩家藥廠合作過 那我對產品呢 我這個人也 也 也有一點 其實也 也有一點龜毛 那 我就覺得說 嗯 在聽到價格 著實真的有一點 有點很難 很難理解 怎麼說呢 比如說我們的精華液 那時候就是我們六建築的一個 我們已經還得到什麼 韓國獎醫師獎 簡單就是他是韓國比賽得第幾名的 第一名 然後呢 價格只有多少錢 500塊 好 我講我過去那個藥廠的一個經驗 我們跟他合作 他是 他也自己開美容保安品產跟藥廠 那就是他的左手 然後呢 交給我們合資的什麼 這個直銷公司的右手 然後呢 我們的那也是號稱奈米級的 然後啊 假設他是一個保濕精華 他精華以前是有兩個 一是美白精華一個是保濕 我是這樣 我過去那一家 他叫美麗間製藥 在美商的一家公司 但是是華人開的 好 那 30毫 號稱奈米級保濕精華液 各位 定價呢 3600塊 我們的淨價 就是他從工廠給我們 交給我們 直銷 進價 兩折 各位這樣多少錢 幫我算一下 720塊 各位 我們合資開直銷公司 已經是從工廠直接出來了 我們要進多少錢 然後呢 號稱是奈米級的 30毫 只是保濕精華 然後呢 各位我們50毫 在韓國得到第幾名 第一名 然後呢 我們所有人的會員價多少錢 各位 你是我的明白 你知道這樣子 你會怎麼樣 我說 這家公司到底在搞什麼 我說 這是要逼死誰啊 從地板一路殺到什麼 天花板 就是從開架式的商品到百貨公司 我想到的是無依什麼 無依性命 我們還有一點商業的什麼 敏銳度 哇 不得了 這只有無底的什麼力 競爭力 我就想說 再結合 我原本是把它看成缺點的 現在 那些呢 現在在我的腦海 突然間浮現以後 變成優點了 不用首購 不用從銷 不用責任額呢 哇什麼都不用 對 這個產品到這種價格 定責任額呢 就 就有一點呢 叫做什麼 多餘的 我是從馬上從一個消費者的角度 看了這個事情 如果消費者知道這樣的一個生產的背景 研發的背景這樣的材料這樣的技術 然後呢 這樣子的價格 各位 各位 如果我們需要買保養品 需要買精華液 您是 清楚這些資訊的 請問您買哪一種 不買的人 不買的人是什麼 對 不買的是錢多的 所以各位 我們都是消費者對不對 應該都會做聰明的選擇對不對 好 那當然我也是 那我就想到 哇這樣的競爭力 加上這樣的 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直銷原本呢 不存在的一種結構 就是不用首購 不用從銷 不用著那個什麼都不用 年費系統 服務費 培訓費 一定怎麼樣 各位今天來這邊有交錢嗎 對 有人就會質疑了 有啊有培訓費啊 去成功學院 不是要繳一千二一千四嗎 各位那是培訓費嗎 那是什麼錢 各位 住 尤其是到肯定是住幾星級飯店 繳一千四 各位你覺得五星級飯店 住一個晚上加吃三餐 各位付得起嗎 付得起嗎 對啦 各位這個 所以在愛多美 它真的是一個 真愛靈魂的企業 從很多的一些細節裡面 還待會呢 我在這個部分呢 來跟大家講我的感受 所以那這樣子呢 我就開始了我的愛多美的 這樣的一個生活 那我覺得呢 我這一次 應該是真的掌握到機會了 那我在想說 我有沒有能力去做它 那我想完呢 我覺得呢 就我過去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用倒腳 怎樣 就有一票人 各位 我這樣的判斷對不對 真的對喔 我處理倒腳 真的 大概三個月 我就去全省掃了一圈 然後呢 就幾十個人呢 都有加入 但是我就離開了 各位 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我那個過去直銷的那個狀態 就是我們都有手購嘛 都有價差可以賺嘛 所以呢 大部分我們出去呢 就會有 至少有點走路工嘛 來到愛多美這一家 請問有價差賺嗎 沒有 有推薦費嗎 沒有 我們大家買的都是一樣的價錢 雖然推薦了一群人 那PV累積的 因為還沒有落地啊 PV累積的非常的什麼 非常的少 三個月內破了我23家的紀錄 一毛錢都 沒賺到 因為我已經 財務已經非常的破窘對不對 我就跟我那個 我都叫他黃大哥 我黃大哥 愛多美怎麼樣 讚 不過我 活不下去了 我就 又回去做那個 加入要三五萬 甚至要三五十萬的 我真的做過那個 又回去做了兩家 加入可以三五十萬的 有那個類似 有產品的 money gain 聽得懂嗎 聽不懂沒有關係 因為那是流鬼蛇神 你們不要懂 我只有離開愛多美 各位 怎麼今天又站在這裡 這人齁 要出輪齁 天齁都會把你推回來怎麼樣 正確的軌道上 我離開了 怎麼被推回來呢 因為我呢 這個過程我又去做了三家 第一家呢 我第三個月呢 我大概月入就有 大概二十幾萬 那我那個黃大哥呢 哇他真的很 很看得起我啦 三不五十呢 就會來我跟我打個電話呢 沒事呢 就會來我家跟我泡泡茶 那還好我有一個 還不錯的習慣 我如果在家 我一定不會拒絕人家 我不會說啊我不在啊什麼 我如果在家 我就說啊來來來歡迎歡迎 就鳳茶這樣子 其實我們那個黃大哥來 要跟我談什麼 愛多美啊我們知不知道 他就是那個老大哥的那個樣子 唉唷俊豪啊 不要再在那邊邊啦 那個什麼 有的沒有的 他每次就很口吻 他就 我的手工齁 那時候他收入輸我 我回去的時候 他不知道我已經二三十萬 那時候是有一點 就是 投資的那個概念 那個會長久嘛 那 就這樣子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那我 我在第五個月呢 領到了我 愛多美的第一筆獎金 各位 很妙喔 破了我第二個紀錄喔 以前做直銷呢 有做都不一定有喔 那有一家公司 離開沒錯了呢 唉唷 開始獎金出現 你知道嗎 很簡單 就是什麼 我們的東西真的物美價廉到 真的是有一句成語叫物超什麼 朋友呢用的真的很喜歡 他就 持續了什麼 對 雖然很慢耶 但是就可以領到什麼了 獎金 而且是什麼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因為我有一點小幸運 就是我介紹那三四十個人裡面呢 一個是我直推的 那個人可能大家 他有一次在 他晉升鑽石 他上去求我 那個就是我以前部隊的老長官 他是我的直屬長官 他當營葡老長 我當聯葡老長 然後呢 他退伍以後呢 就一堆人去圍攻他呢 揉令他做直銷 然後他想說 喔他有一個以前的這個王俊豪呢 喔對直銷好像有一點了解 結果呢打了電話來找我 我笑 喔這個字頭揉完了 怎樣 那時候我已經離開了愛多美了啦 他就來問我 討論直銷的事情 那我就跟他約在台北那個什麼 中校東路的博覽咖啡 然後聊一聊 我就跟他講 我做的那些比較投機的公司 台灣呢 我看他兩眼無神 你知道嗎 代表什麼 沒興趣 後來我就想 啊不然這間不用錢的齁 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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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他說 他說欸長官 我就習慣叫他長官 他說長官 有一家公司這樣啦 生活必需品喔 他物美價廉喔 他呢 這個呢 也不用手購不用從小不用責任 然後呢 就 就這樣了 然後他說 欸唷 欸這家好啊 說沒三分鐘的齁 他硬說這家好 他應該也要好人做到底齁 然後把他帶到我那裡 然後呢 因為我不在意這件事 我們就各自回家了 然後呢 因為我不在意這件事 我們就各自回家了 然後呢 他應該要好人做 他應該要好人做到底齁 然後把他帶到我那個介紹人那邊去 就是黎明中間那個 我那個黃靖青 新冠大廠 我就 播了一個時間 約好跟介紹給他 因為 因為沒有要做嘛 總得要 讓他去跟進嘛 還好我有做這件事 今天才有機會怎麼樣 站在這裡 所以齁 一點點的善念齁 也還蠻重要的 欸 我的時間會不會待會不夠啊 我在那邊故事講這麼長 那我就帶他去 然後呢 我們這個長官齁 真的是一個很妙的人 怎麼妙呢 他真的很有智慧 他真的就看懂了 然後呢 就一路呢 在這裡 在這裡 自己去 我就從龍潭喔 每個禮拜到 靈敏中心自己去學習喔 然後呢 跟著我們的黃大哥呢 就跑到韓國去什麼 去參訪喔 然後呢 那時候因為呢 要服務會員呢 就把那個貨呢 五六十萬 就直接 怎麼樣 弄回家喔 然後呢 他房子本來有一個 店面的租人家呢 就把它收回來 然後花了三百多萬 怎麼樣 我真的差一點暈倒 我說 這個傳銷白紙 你給我搞這麼大 哇 嚇壞 那如果沒成功這什麼 哇 其實我真的很擔心啊 到現在我們 才知道 他真的 比我有智慧太多了 我們的擔心是什麼 對的 還好有他 欸不要 一起給我這個長官 一個最熱烈的 這個有智慧的男女 一個掌聲 我很大一個因素 是因為他我 應該才有機會再回來這邊 那另外一個 小心運是什麼呢 我們這個制度是叫 雙軌全球無限大 聽不懂也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 全球呢 只能開兩家分店 啊你呢 你多 每一個介紹的人 就往下一直接龍 接龍接龍 然後呢 不管他 在全世界哪一個角落 反正呢 所有的業績 就會回散到你的身上 這樣子啦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呢 我 有兩條嘛 那還有一條才能領錢 對不對 因為我介紹了一個 以前我做一家直銷 叫綠色小鎮 的直銷部的總經理 他跟我一樣 換了老直銷的 這個 一樣的一個問題 他也覺得這個好像可以 然後呢 也推了大概三個月 他也就不幹了 跟我一樣啦 然後我們這個制度 很妙的地方是什麼 阿里普達阿里普達阿里普達 阿里普達呢 只要 然後 有一個人呢 阿就 阿就 活起來 阿就真的是 我的有一邊呢 就真的是這樣 就這樣子 他延伸到第五代 第二代 台中一個張伯真 鑽石大石 快要生玫瑰了 各位 延伸出來的 上面呢 全死光了 所以呢 我就開始 真的 真的 倍增耶 我夢寐以求的一種 直銷的最佳狀態 在我沒有經營的狀態底下 他真的在倍增收入 是 是我很厲害嗎 因為公司的產品怎麼樣 很厲害 因為公司的制度商業模式怎麼樣 很人性 我就破了第二個紀錄了 就開始 一直呢 收入一直增加 那呢 成門老天爺的疼愛 我這個公司呢 就一家又接著一家怎麼樣 倒了 倒得怎麼樣 好啊 但是各位 那個時候倒了多我四五十萬的收入 你覺得會好嗎 各位 是你 你覺得會好的 擠一下手讓我認識一下 我咧 他本來跟老婆說 我 我終於這下子翻身了 又怎麼樣 很慘 因為 會收入那麼快 是很多人是 拿錢不是來買產品 是來幹嘛的 投資的 我們不殺柏仁 柏仁因我們而死 然後呢 還不甘心 又做了第二家 一樣類型的公司 想說那一家呢 進入的時間太慢了 有一家呢 剛開始的 我們搶在前面 那時候整個心 就有一種形容詞叫 後面剛好有 我們呢 在公司家要建立要什麼 是 那時候呢叫為例什麼 就急著想要賺錢想翻身 那又做了第二家 老天爺真的很疼愛 那一家呢 不到三個月就什麼 到了 好啊 那就 那在愛多美 大概經過了一年半吧 那我們這個黃大哥 所以真的非常感謝他 給我一個介紹的一個最熱的掌聲 就是 從來沒有放棄我 不斷的跟進 不斷的跟進 那有一次他其實可能也按捺不住了 他就到我家 他說俊豪 你領錢都領不得不好意思 各位 不用做就是這樣 算嗎 這樣才會不好意思 不會啦 心情感覺特別什麼 送 我們就很真實地面對自己的那種心情 就是這樣子一個心情 那 因為都倒了嘛 我們也沒有那麼笨 就他一看這樣子 當然就是黃大哥他們已經 做到鑽石大師了 跟我們那個小莊姐 就是黃小莊星光大師 他們一個月已經二三十萬 那他們已經成功了 那我就要想 一路我這樣子 對直銷面 那樣不放棄 我會就在追求我當初的那個 第一次接觸的那個一種狀態 就希望什麼 努力一陣子 可以怎麼樣 享受一輩子 那這個結構 不真是我夢寐什麼 你求的嗎 就因為 他做了一個很好的 我的介紹 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那 我在愛多美 有一筆 很小的收入 大概一萬多塊 但是我知道 只要會倍增的事情 就會怎麼樣 變得非常的什麼 大 而且我知道全世界的主力市場 啟動了沒有 那時候台灣是華聯的第幾站 第一站 第一站 我知道不得了 這 應該就是我真正 直銷 我真正要讓我 可以生根立足的地方 那個 點真的讓我 看懂 那我就 回來開始 我的愛多美 幾乎 這個時間 大概又經過了快兩年的時間 所以才會今天站在這裡 那我就 被我的這個介紹的人 要求一定要去參加什麼 小鳳姐 我跟大家講 我那時候的心情 我真的非常不想參加 我覺得我可以 我就是專門在講給人家聽 我去那邊幹啥 浪費什麼 時間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那 因為他跟我講了一個 理由 人真的要有智慧 他就跟我說 我們長官 還有博針底下 都有很多人去參加成功學 他說 你至少要去什麼 陪伴他們 他就說 你也要去背公主 怎麼 他就說 好啦 我是這種無奈的情況下 也被逼去的 各位 人 真的不要太自大 自大有些時候是自己無職 我來到成功學院 我的第一次成功學院 我被打了三棒 很大力喔 被董事長打兩棒 被李生恩博士 好像是老天安排的 就那一次的成功學院的主題 董事長講的 就剛剛其實也有提到 直銷的本質 就是生活必需品 然後呢 東西物美價廉 那我們就很自然的 用得自己很喜歡 就很自然的分享 給我們的親朋好友 那親朋好友 就很自然分享他的親朋好友 就會形成一個很巨大的什麼 消費團隊 這就是直銷的什麼 本質 我在那當下聽到這一段話 好像被舞雷 什麼樣 就奇怪 就董事長講的時候 我們好像就 聽懂了 我那當下是覺得我自己呢 直銷二十年了 白混了 因為我後來想到呢 媽媽讓我去讀書 讀了快二十年 那中國製直銷 應該東西要變什麼 便宜啊 那我連自己開了兩家呢 我都背離了直銷的什麼 本質 失敗應不應該 應該 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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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一句話送給自己 七竅通六竅 一竅 不通 各位 我這樣形容自己對不對 對齁 不過我後來找了一個樓梯 讓自己下去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概還有兩百萬的直銷 在做那個 背離直銷的那個直銷 至少我還贏了幾百萬人 兩百萬人 是我安慰的啦 各位 代表我們市場大不大 太大了 哇 趕快去拯救蒼生們吧 這個是背貓的第一棒 第二棒是什麼 畫個圖 那個是董事長那天 在講什麼 叫病年式跟串聯式的學習 他說以前的這個呢 就是呢 一個傳一個 一個教一個 沒有一個很好的一個什麼 什麼系統 成功的培訓系統 以前呢我們就這樣子 一個教一個一個傳一個一個 傳一個一個傳一個 我們還講一句話 要獨立才會怎麼樣 卓越 以前我們直銷的講法 董事長說這樣子 這個時代喔 這樣是不行的 因為這 他提醒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的很重要的三個目標 有沒有 在後面 各位看到 上面有兩個字叫什麼 速度 第一個 這樣子的速度 一個傳一個的速度會快嗎 太慢了 在這個時代喔 數位時代這樣是跟不上時代 跟不上時代就會被什麼樣 淘汰 第二個呢他沒有辦法做100%的複製 在直銷要做的是要做倍增嘛 如果不能100%複製成功會成功嗎 不會 這裡假設我們是 鹽頭是100% 假設我們鹽頭還要是100%喔 有那麼多100%嗎 各位跟大家報告一個現實的狀態 百分之99%的人 通常呢 都不到60% 對吧 這樣子再傳下去 你覺得還會有趴嗎 假設100%傳到第二個 他會大概剩80 60 40 20 最後要變什麼趴 變NO趴 這樣會倍增嗎 不會啦 所以以前的直銷真的很辛苦 都要有很強的領導人 他們要自己花很多錢 花很多的時間 花很多的精力 很多人的合作 才有辦法建立一個系統 因為我自己搞過 勞民 商產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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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 要1804 第二件事 要不要有效率 要就要有速度 所以 董事長說 要做什麼 不要做串連式的學習 要做什麼 病連式的學習 我終於知道 我們自己怎麼樣 有假的 自己一個人的力量 自己要建立系統 各位 要很大的財力 那我們是要做全球的生意 對不對 自己怎麼建立 沒辦法 所以 董事長知道 90%的人 他根本沒有能力複製 大家都是平凡的老百姓 所以呢 他很清楚 他的一種心啊 知道說一定要由公司來建立這樣一個系統 幫助大家在這樣一個數位時代能夠什麼 有效力100%的什麼 複製才能夠倍增 就是一個我們的什麼系統 成功系統 而且這個成功系統呢為什麼有效率 因為呢 我們可以 學 做 教 重點有兩個字 什麼叫效率 同步 大部分人都已經不能 沒有能力做了啦 他有能力教嗎 所以呢 本來就一定要有一個系統 讓大家來培訓 如果沒有學習沒有培訓成功會成功嗎 不可能 那如果學完了再來做 做完了 再來教 各位 這樣在這個時代會扶持嗎 不會扶持 所以 什麼樣最有效力 同步 把朋友把我們自己不懂都沒有關係 只要把自己 帶進哪裡 系統 再把想要成功的我們的夥伴一起帶到哪裡 系統 您就可以同步學 做教 各位 我覺得 我幾乎可以肯定的告訴大家 沒有一個比這個更有效力的方法 如果你很能力有限 那你一定要跟著什麼 系統 如果你能力很好 你要不要跟著系統 你如果不跟系統 你叫做假老 因為別人有辦法複製你嗎 沒辦法 現在就很多像我這種人 我就是那個假老的 還好呢 我的上線呢 很有智慧把我 把我什麼 推去 啊 幹嘛自己搞得老民傷財 他就怎麼樣 跟著系統就好啦 全球呢 那你怎麼搞 那你想不想做大 是不是想做成功以後輕輕鬆鬆 如果 你不進系統 你成功以後會輕輕鬆鬆嗎 不會 這是我在那一天的會議 被敲的 第二棒 第三棒是李生恩博士 他那天剛好講一萬小時定律 他說人呢 那一萬小時我算呢 大概就是每天投入十個小時 三年的時間 事業內必有所成 這是他叫定律嘛 那我來又想了一下 自己二十年做了幾家 這中間還有八年是做什麼 保險 各位這樣走一年平均換幾家 不成功 叫什麼 正常 那會成功叫見鬼 做這一山怎麼樣 往哪一山 又資訊很多 自己常常就會什麼 私交 有些時候同時做兩家做三家 神經病 我是在罵我自己 各位 這個宇宙間有一個法則叫焦點法則 就是在講這一萬小時定律 好好的把一個平台 一個好的平台做好 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這是我在那一個成功學院被敲的第三棒 然後呢 我敲完以後呢 我就整個人怎麼樣 醒過來 我就知道我該怎麼做 愛多美 感謝 愛多美的什麼系統 成功系統 請各位真的要好好的珍惜 珍惜各位 有一個大智慧的人知道這一些我們的不足 知道我們的無知 我們需要有這樣的一個力量來幫助我們怎麼樣 成功 各位 這是我感受到的 愛多美 所以我剛剛講說我們這個普安吉用叫他乾爹 還不太夠什麼 好像還不太夠 那我就立定志向 我要給自己三年的時間 全心全意的什麼 去推動愛多美 我也知道這一條路呢 我已經 確定了它是一個非常棒的平台 而且呢我這一次跟到的是一個真正 真愛靈魂的什麼 對 但是講一下 因為成功學院 包含研討會第一次 我還沒聽嘛 不是一來大家就要在那邊喊什麼 特訊 我跟大家報告我還是真實的呈現我自己當下的心情 我那個手要舉起來 然後看到那個射信的第一句話 真愛靈魂我覺得噁心 我講我當下的心情我覺得很噁心 我被柔令了二十年 被這些 給我講真愛靈魂 哎唷呀 不要 不要唯利是圖的老闆 我已經已經阿密怎麼樣 羅佛了 所以不好意思 那是我當下 那種 自己心胸怎麼樣 狹隘 我真的來到愛多美被改造 然後呢因為這邊呢非常 真的是 我們這個董事長真的是真愛靈魂 從剛剛我講的那個不用錢的培訓系統 以前我們做任何一家直銷公司 什麼都要什麼 錢 印個資料也要什麼 錢 所以喔 有些時候太好 我發現呢 不太好 人會怎麼樣 不珍惜 希望我今天的這樣的分享 讓大家可以珍惜我們這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什麼系統 成功系統 那真的 我就 透過了真的三年的時間的努力 我真的真的剛好滿三年 那一個月 我進入到公司的什麼 領袖俱樂部 各位呢最後呢我用 我在愛多美這三年多看到了愛多美價值 跟大家來分享 我覺得呢 愛多美呢有三個非常棒的價值 還有一個非常棒的核心的一個價值 第一個就是我第一次的震撼 我以我一個消費者來看這個我們的商品 哇不得了 它有巨大的什麼消費價值 買到怎麼樣賺到 而且呢因著我們大家的團結 全球的消費大團結 我們本來只有省 一百樣兩百樣 現在可以省到 韓國跟台灣聯合起來已經可以省六七百樣 各位未來我們只有三個東西不賣 軍火 毒品跟什麼 各位 什麼都可以省 啊省多久 有 你有兒子了沒有 有女兒嗎 啊兒子要不要繼續用 啊在座有孫子的嗎 有當阿公阿嬤的嗎 有喔對 啊孫子兒要不要繼續用 啊這樣只省一輩子嗎 各位剛剛我們的產品的老師講得非常棒 喔 一般俗子說什麼 沒有好會上貴喔 啊他講一下 我感覺深表認同 有賭的什麼 不是只是買到便宜喔 又買到我們的健 我覺得這個這是一個巨大的什麼價值 消費價值 這是愛多美的根 倍增的基礎 就是從這裡來的 然後呢他帶出了一個非常巨大的什麼 商業投資的價值 但是各位我們有投資半毛錢嗎 各位 我假設我只做台灣 我覺得我要建置類似像台灣 現在一百多種的產品 然後要建置這個台灣的一個什麼 一個資訊系統 跟一個管理系統 跟一個金流物流的系統 然後呢 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功的培訓系統 我要不要準備五億 五億做得起來嗎 不一定 台灣都不只五億的一個什麼 商業投資價值 我們是做哪裡的 全球 至少值幾億 五十億以上 商業價值聽得懂嗎 我們所有大家 我們大家這些平反的人們 如果你想要再有機會呢 翻身自負 竟然有一個 我覺得他真的太 所以我說叫他乾爹不過癮 這樣不知道他什麼形容 把我們需要的產品 全部弄到最好最便宜 把我們需要的一個什麼 資訊流通系統做到非常 做到全世界 把我們需要的管理系統做到最棒 把我們需要的培訓系統都做好 他知道呢我們沒錢 知道呢我們沒有管理的能力 知道呢我們沒有培訓的能力 都把我們需要成功的需要巨組的條件 全部怎麼樣 只剩一個人 剩誰 自己 各位 這樣要不要給我們一個普安集 一個最熱烈最熱情的掌聲 這是我 現在啦 現在才有這個能力去 看出這樣的一個巨大的一個商業投資價值 衍生出一個我夢寐以求的價值 財富自由 我們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真的不需要我們一輩子呢 一直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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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 人會不會老 會有各種的狀態發生 像剛剛有朋友他上來分享說 因為家人 一些身體的狀況 或是自己身體的狀況 如果真的要靠雙手 各位 那件事情 是不是很不確定 但是支出有沒有很確定 對 收入不一定確定 但是支出怎麼樣 很確定 愛東美讓我們可以真的努力一陣子 三五年好好的專注 堅持 堅持 就差我們自己這個心 然後呢 配合什麼 成功系統 你一定會成功 各位 各位 真的大家在這邊 用我這樣沉著一種一個心 來邀請大家一定要融入心 一定要珍惜這個平台 那我們已經得到了這個財富的自由了 而且呢 我看到我在介紹了呢 很羨慕 大家苗栗買一塊地 沒事呢 就去嬌嬌花種種樹 準備蓋什麼 別墅 我們都獨立了 他呢 大概兩個月呢 會到我們中心來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享受大家熱情的什麼 掌聲 各位 這樣子爽不爽 這叫做時間 自由 我夢寐以求的事情 因為愛多美 真的實踐 這就是我感受到的另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價值 但是呢我覺得呢 這三個價值 還不夠大 它衍生一個我覺得更棒的價值 讓我覺得呢 我這個人 竟然有機會 幫助別人 成就社會價值 我何德何能 以前連自己呢 要活下去呢 都什麼 都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 因為可以藉著愛多美 藉著我們這麼棒的商品 藉著我們這麼人性化 的制度 不需要手購 不需要從銷 不需要責任留 不需要培訓費 不需要系統付費 不需要年費 讓每一個你想要的人 透過我們的成功系統 都可以在愛多美怎麼樣 成功 讓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有能力去幫助 想要成功的人 也幫助每一個消費者 都可以買到什麼 物美價廉的產品 這是我在愛多美 最後感受到一個 愛多美更大的核心價值 就是一個社會價值 讓我們這個社會呢 更均富一點 讓我們的疾病呢 更少一點 讓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 更充實一點 那我現在享受到一個 滿滿的幸福 因為愛多美 那在這邊 用這樣的一個 我們愛多美的價值 從消費價值 商業投資價值 到我們的財富自由的價值 共同創造出來一個 巨大的社會價值 來跟大家做一個結尾 那也祝大家在愛多美都可以 財富自由 時間自由 謝謝